本小节来介绍对象的隐藏与恢复操作 我们可以选择菜单命令 然后选择编辑 在显示和隐藏命令后 我们可以 此命令中我们可以找到 显示和隐藏的相关命令 显示与隐藏 可以打开显示与隐藏对话框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些操作 用完实体 隐藏 打开 隐藏 打开 坐标系也是一样 隐藏 打开 隐藏 打开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进隐藏和显示 当然也可以执行一些其他的操作 你选择一个物体之后 然后进立即隐藏或者隐藏都可以 然后也可以进行显示 全部显示 还可以按名称显示 还有反转显示和隐藏 也就是隐藏的显示出来的 显示的隐藏起来 这是显示和隐藏的一些基本操作命令 隐藏起来 感谢观看